請問大家觀察他 我怕大家只會寫同樣一個原因 單身的原因是什麼 小楊你來先代表 因為你還多一個妝太濃 不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男生 好像都比較喜歡那個妝 比較淡一點的女生 就是太濃會有那種距離感 然後太高本來就會讓人家男生 有那種距離不太敢追啦 高攀不起 但是羅文寫了一個新的 太愛玩的感覺 對 他感覺好像會 每個禮拜去夜店還是什麼的感覺 我剛剛看一個專家怎麼不見 大亨 大亨呢 專家大亨 我跟你一個功課 這四位就是比較久沒有談戀愛的 談戀愛 所以你看一下 你覺得目測他們的原因 可能是什麼 好 第一位 蝴蝶你覺得是 我感覺比較害羞 他很厲害 他才剛來 對啊 蝴蝶咧 對 蝴蝶 感覺他應該是 每天都在打球還是什麼吧 沒有時間交女朋友 就一直在運動那種的 哇 你真的 他根本不是錄這一集的 對 對啊 那這一位 這位 這位我絕對是 太高了吧 然後 好可憐 對啊 講話 妳在旁邊都覺得有點怪 好 蝴蝶如果把高恩鞋子脫掉 好 脫掉一下 可以嗎 可以脫掉 對 脫掉 你脫掉看看會不會旁邊的男人 比較瘦 一隻腳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啊 可以嗎 這樣剛剛好 剛剛好 對 不會很像交不到男朋友的人 大亨的經驗告訴我們 是不是 非常謝謝我們的檢察官 謝謝 好 蝴蝶 楊武帝 我問小安 妳單身至今啊 應該有很多朋友幫忙牽線 那朋友有介紹過什麼樣的 類型的男生 介紹過台商 台商啊 已經跳到台商了 台商啊 沒有 可是就是因為我 就很容易跟人家變朋友 所以也沒有快 那麼快在一起啊這樣 MOMO要爆料 對 我要大爆料 就是他之前其實長超美的 就比較不會打扮 然後就是也不會穿這麼賴 也不會化什麼妝 然後自從他學 他姐姐就是開始穿很辣的衣服之後 然後他就 就是變得比較多人喜歡他 比較多人會看他 然後他也變得很有自信 然後結果就是他現在就開始就是 條件有點多 然後所以就是我覺得 就是可能比較交不到男朋友 而且他超高 以前大家看到他的叫他灌籃 叫他灌籃 叫他灌籃 就是他比喇叭高嘛對不對 灌籃應該也更容易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不會灌籃 我不會打籃球 可以發展一下 沒有 在開玩笑的 你自己玩笑話 好可愛耶 真的很嗨 請問現場的男大師 想跟他進一步交往 請問全場 嗨 怎麼都這樣 小玉 為什麼 沒有那麼太好 沒有比他高 然後還要叫我穿鞋墊 就是站在旁邊都好難過 還說已經有穿 就快過了 什麼 他已經有穿了 小玉今天已經有穿 但還是很嗨 對啊